由徐杰儿陈浩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光的棍》 即将于11月8日全国空音 本月还有另外一部电影要上映的徐杰儿 除了忙着拍摄新戏外 还马不停蹄地加入到全国各地的宣传活动中 马上就是光棍节 不知徐杰儿打算怎么度过呢 那我那天一定会带一个伴儿去戏院看《光的棍》 然后就看谁可以看得到我带谁 什么情况 难道一直称自己单身的徐杰儿 已经有了交往的对象 采访中徐杰儿连连否认 直言虽然身边有很多聊得来的男性朋友 不过都没发展为恋爱关系 说来也怪 34岁的徐杰儿在影视剧中穿过无数次的婚纱 然而却单身至今 这一点也让徐杰儿大为不解 直言难道自己的桃花在戏中都已经用完了吗 在每一部戏里面真的几乎都穿婚纱 我不管是拍古装戏还是拍年代戏现代戏 真的每一部都当新娘 我都觉得 我就说我是不是在戏里面都把我的桃花已经用光了 所以其实生活中怎么都没有呢 如今看到身边的朋友都结婚有了小宝宝 自己也会对子非常向往 现在身边的朋友 可能真的都已经步入婚 或是已经有小孩了 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大概前两天才刚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看到他们真的都是抱着baby很可爱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 真的也会有一点向往吧 不过工作越来越忙 工作的圈子也就那么小 想要在圈外找还真是比较困难 找圈外人只能通过相亲 徐杰儿透露 以前会觉得相亲很虚 随着年龄增长 渐渐开始接受这种认识朋友的方式 以前可能会觉得这样很虚 就觉得说 哎呦 怎么可能还要需要介绍对象 现在不会特别排斥说是因为介绍 或因为朋友的关系 认识性的朋友